谁说冬天就会自然摆回来 没防晒只会继续黑下去 哈喽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你只在夏天防晒吗 还是以为冬天阳光小 就不擦防晒乳啦 我们一起来看看 办公室女孩都习惯怎么做 秋冬我没有在防晒 因为我不喜欢那样的年龄感 然后冬天太阳也没有很大 我秋冬比较少防晒 可是就是想到会擦一下而已 出门的时候会擦防晒 但不会补 就是太阳没有那么大 就不会再补擦了 我秋冬没有什么在防晒 因为其实外面的太阳也不太大 然后室内你看也没有阳光在室内 所以为什么要防晒呢 其实秋冬也还是要尽情防晒吧 因为室内光很强 今天我请到Daniel 一起来告诉我们 为什么冬天的肌肤不会白回来 没防晒只会继续黑下去 像在刚刚的影片中 有很多女生冬天都不做防晒 那其实大家都以为冬天的太阳真的比较温暖 就是不够刺激 不会伤害到他们 这是真的吗 当然是假的 其实真正造成斑点跟老化的元凶就是UVA 如何一年四季都要防护UVA就很重要了 尤其现在日本有一个研究 因为我们台湾也位于北半球 那北半球呢在春夏的时候 你的太阳是直接日震当中 从上面照下来 所以容易晒伤的 其实是你的额头 你的笑肌跟颧骨 还有你的这个锁骨的位置 因为是太阳从正上方晒下来 没错 可是到了我们的秋冬呢 其实因为纬度的关系 跟太阳角度的关系 你是全脸都受到我们紫外线的攻击 更容易晒黑跟晒老哦 天哪 所以冬天我们的阳光 跟我们的接触面积反而更大 没错 这就是日本的最新研究 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秋冬防晒更重要 像除了阳光会让我们晒伤跟晒老 其实室内那些光也蛮可怕的 当然啊 因为我们像日光灯啦 卤素灯啦 现在大家省电还有LED灯啦 都会造成我们肌肤的老化问题 所以它们都是一种光害 光害会造成肌肤发炎 持续的发炎就会造成斑点跟老化 那所以像我在办公室啊 真的你知道我们新办公室很漂亮 可是呢都会有直接是 从头顶照下来的日光灯 那我自己假老嘛 还要弄个漂亮的一个那种温暖的灯光 就是到处都是点很多灯 点灯就很爱点灯 所以这些我们室内的光源 其实也会刺激肌肤 产生黑色素晒黑 对啊 其实你点那么多光明灯 对肌肤是没有好处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 那所以如果我就是很认真的每天擦防晒 然后点这些光明灯 其实也是对自己是个保护对不对 当然不只是对光线这些可以有阻隔的效果 尤其像现在的雾霾很严重啦 然后PM2.5啦 持续也都会造成肌肤发炎的问题哦 所以做好防护这一招就是我们肌肤日常的功课啦 对你说到那个雾霾 这些霾害其实是在冬天更夸张对不对 没错随着东北季风 其实我们这些沉霾啊沙尘啊 大量的来到我们台湾 我们的肌肤也就每天都受到这样子雾霾的伤害咯 所以我觉得啊如果一个防晒 它可以直接有做隔离的效果 其实这样是最好的对不对 没错有隔离然后有防护 这样是最好的防晒乳咯 我想要讲一下我自己选择防晒乳有什么条件 对就是因为我的皮肤比较属于容易出油 所以很重要是一定要它质地很轻盈 很轻盈 对不可以有负担感 那第二个呢如果它我很贪心 它也有一点保养的效果 一些抗老啊保湿的效果放在这个防晒瓶里面那会更好 对所以就是要有很好的一些美肌的成分 第三个呢就是就是如果它可以就是让我省略很多上妆的步骤 就是说我擦了这个防晒它也许可以隔离 再加上如果贪心一点点可以当成妆前乳就更好了 我觉得来到Vogue这个挑战真的很大 就是一次还要兼具三种功能 对啊因为我本人其实也是一个稍微讲究效率以及懒惰的人 所以如果有一个东西它就可以帮我解决很多事情那是最好的 当然那我讲到其实啊防晒乳因为我们台湾啊其实在北部中部南部气候的不同 我们要适应的这个温度也不太相同 其实南部在擦我们防晒乳的时候更需要清爽清透对不对 听说南部的人都还就是完全都不穿长衣就是冬天都是穿短袖 对啊所以这么闷热的气候我们选择防晒乳要轻盈就很重要咯 那像这一支防晒凝胶它虽然看起来是乳白色的 可是它是凝胶哦一抹就化开来了 然后可以在肌肤上面达到很好的防护效果 真的没了耶对不对 因为我之前选择的那种防晒乳啊它一直擦要抹好几次 它可能才能够均匀真的都没了而且润润的感觉 鼓溜鼓溜的感觉对鼓溜鼓溜味药味药味药 你要来试试看对所以其实这是最新的一个科技吗 这种凝胶剂型的防晒对这看起来像是乳状可是它是凝胶剂型 重点是它服贴度非常好那它还符合了你的要求 就是里面要添加保养成分它里面有保养成分 只是普通的保养我告诉你今年就out了 它里面不只是添加了玻尿酸这样的保湿成分而已哦 它还特别加了我们的绿茶跟樱花叶啦 都可以达到很好的美肌效果啊 其实蛮多亚洲的女生还是很在意就是肤色的问题 跟就是就是这两年的保养关键字就是保湿 大家可能不一定什么都做好可是保湿大家都知道很重要 所以这一支它就是可以帮你解决这些问题 对可以加强我们肌肤自己的防御能力之外 还有添加了很多种保养成分 再来你看我们擦了这防晒乳 很多防晒凝胶防晒乳它想要当妆前隔离 可是它基本上会让你的肤色变得死白跟惨白对不对 可是这一支完全不会改变你的肤色它是如此的清透 你在后续的上妆过程中也不会因为它的肤色不一样 所以你要加上不一样的这个校正 Daniel我想到一个问题 因为我刚刚说就是这一支防晒其实可以当妆前乳 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女生最怕就是如果擦了一些妆前乳 再擦粉底液就会有一些容易很容易起屑 或者是跟底妆打架 那我想问你一下就是什么样的保养成分 碰到了粉底液会有起屑的现象 其实很多的粉底液里面 尤其近几年来粉底液喜欢加一些胶体 那如果你的这些妆前湿底乳啦 妆前隔离啦甚至防晒有很多胶体的话 就容易搓泥就容易起屑 就容易不服贴 而且这一次的这一支凝胶呢 里面其实非常的清透 它的凝胶剂型能够完全的服贴 瞬间融化在肌肤表面 让你在后续的打底啦上妆啦 也都更清透也都更简单喔 所以即便这一支其实是防晒凝胶 它没有那么浓重的胶体 所以很建议大家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妆前乳 让后续的上妆其实更服贴 没错 其实它可以做妆前打底 它其实它的润色效果跟我们修饰效果 不是那么强烈 可是它会让你的肤处整个质感有所提升喔 所以直接上它出门也就可以啦 OK 所以如果是我自己的选择防晒的三个要件 都能达到就对了 对 它其实就是一支all-in-one的产品喔 那我问你 如果是你本人 你选择防晒有什么条件啊 我选择防晒最主要它的防护力要够 那像我们都知道 SPF50 那PA三个加以上就是我们防晒的首选嘛 对啦 我其实我自己每次在挑一些 不管是粉底或是防晒 我自己也都会很贪心耶 一定要50起跳 50以下的我就是看不上眼 因为其实SPF如果到达30 你是两个小时就要补擦一次 但是SPF到50的时候呢 其实你可以到4到6个小时再补擦就可以了 那你一天的防护就是足够的了 那第一个防护力要足 然后时间要够长 再来我们在擦防晒的时候呢 其实有一些死角是不能忽略的喔 比方说 比如说我们的耳后啦 颈部啦 跟我们的这个胸 胸线这个 像你今天穿稍微小漏性感 有点低胸的位置 我们还是要擦防晒 免得你自己晒出了一件白背线 那不是很糗吗 对啦 你说的那个擦防晒的地方 有一些东西 有一些部位容易忽略 我真的也是自着 就是我每次耳朵这边都没有擦 就是或者是我最近剪了这么短的头发 我反而就是后颈的地方 我也会忽略 对 那其实脸部也有很多小细节啦 像我们鼻翼啦 眼周啦 嘴角啦 其实都要再抹取多一点点的防晒 因为你都常出油啦 或是做出动作啦 你的防护产品其实不太周全喔 所以啊 今天Daniel跟我们讲说 原来啊 冬天的皮肤是不会自己白回来的 当然 因为所有的因素 不管是一些各种不同的光线 光源 还有污染 还有一些不好的习惯 都是在冬天会继续在发生的 是啊 持续让你黑下去永远白不回来 只要你不擦防晒 我没有再下你喔 对 所以冬天还是要继续擦防晒 要不然只会继续黑下去 没错 今天谢谢Daniel老师 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 关于彩妆保养美容的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喔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 拜拜